27岁的女主持人因为肺炎在医院治疗 输了一个抗上送将墨西杀新以后 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心跳之后停去世了 那么这个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家属指责医院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比如说用药之前没有做皮试 医生私自收检查费 抢救不及时等等 然而在很多业内人士 看到他们提供的资料以后 纷纷都认为医院没有多大的责任 为什么呢 我一条一条来讲 首先刘正亚他是有肿瘤死的 他之前得过肾癌 那么做过手术切除了一侧的肾 那么在住院之前他出现高伤 体温超过39摄氏度 在门诊输液效果不好 而且的话呢 做CT体质肺部有炎症 有节节有阴影 你想想一个肿瘤的患者 免疫力底下 同时换了发现了肺部有阴影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考虑肿瘤有没有转移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感染 所以啊医生就以肺炎给他收入院了 那么入院以后呢 用的是非常高级的抗热素 美洛西林加苏巴坦 这个是一种广普的抗热素 对于绝大多数的肺炎都是有效果的 但是呢 输液三天以后 这个患者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 所以啊医生就考虑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感染 那么呢 就建议患者做直气管径 直气管径是怎么做呢 就是从鼻子这里插一根镜子到肺里面去 看一看肺里面有没有长肿瘤细胞 同时的话呢 还可以灌洗肺泡 去肺泡里面的灌洗液 拿去化验 化验最主要的目的 看看是哪种微生物引起来的肺炎 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呢 有非常多 有细菌 真菌 病毒 寄生虫等等 那么如果想要快速的知道 到底是哪一种病原体感染呢 可以做一个基因检测 这个基因检测呢 就是那个NGS 患者单独交了3500块钱 从患者家属提供的资料来看 这个钱不是交给了医生 而是交给了那个基因检测的公司 那么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这个钱 不可以直接从住院费里面扣呢 因为基因检测这个项目啊 在很多医院都没有开展 医院里面做不了 只有外面那些公司可以做 而在这个检测呢 是一保不报销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钱都是患者自己出 当然做这个检测之前 肯定是需要跟患者沟通的 告诉他这个检测的目的 有什么危险性 有什么作用 还有这个钱到底是给谁 那么做直气管径之前 肯定是需要签署执行同意书的 因为这个是侵入性的操作 有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 擦管子进去的时候 有可能会损伤你的呼吸道粘膜 就有可能会导致少量的出血 这个呢 家属也讲了 做完之后呢 有出血 但是这个是做检测的正常的副作用 那么 做了基因检测以后 很快就出来了结果 第二天就确诊 是致运体感染 致运体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 它没有细胞壁的结构 很多针对细菌细胞壁的药物呢 就没有用 比如之前他用的那个药呢 就是针对细菌细胞壁的 效果不好 所以医生就给他肯定了墨西沙心 墨西沙心对于致运体感染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而且墨西沙心也很便宜 一只就几十块钱 万万没想到的是 用了墨西沙心以后 这个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呢 这个副作用不是输液的当时发生的 白天输完了抗热素 晚上患者出现了不舒服 晚上8点24分的时候 患者出现了心阳性猝死 也就是心跳呼吸骤停 家属称呢 抢救不及时 但是从他提供的时间点来看 抢救还是很及时的 因为患者8点24分出现问题 8点37分就完成了气管插管 接上了呼吸机 中间仅仅是用了13分钟 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气管插管呢 普通的大夫做不了 是需要叫麻醉科的医生 来紧急插管 那各位朋友想一下 13分钟就完成了插管 接上了呼吸机 这是很快了 因为普通病房是没有呼吸机的 你插完管以后呢 要去ICU才能连上呼吸机 所以13分钟真的已经很快了 而且这13分钟之内 医生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给他做了胸胸压 做了人工呼吸 但是非常可惜 人没有救回来 最后患者做了尸检 尸检报告呢 也证明患者的死亡原因 是默契杀心 引起了恶性心理失常 导致心跳呼吸骤停 默契杀心这个药 是一个好药 但是它也有副作用 其中一个副作用 就是出现心理发病的问题 出现心脏问题的概率是 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最近特别严重的心脏问题 比如说心跳骤停 那么这个发病的概率 就非常非常低了 低于万分之一 但是非常不幸运 被这个患者赶上了 还有朋友说 为什么用药之前不做皮试 默契杀心呢 用药之前不需要做皮试 它不像青霉素 或者是头包类的抗热素 默契杀心发生过敏的反应 非常低 在临床当中使用呢 不需要做皮试 那么使用默契杀心之前 需不需要做心电图 看看心脏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是可以做的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可能有防颤 或者是QT间期延长 那么默契杀心的说明书上也写了 有QT间期延长的人呢 是禁止用默契杀心的 由于默契杀心呢 它会使QT间期的时间更长 容易诱发恶性的心理失常 那么我看到的报道是 刘春夏在住院以后 做了心电图 是没有事的 所以医生给他用默契杀心 是符合用药指针 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出现问题以后 医生的抢救应该来说 也是很及时的 但非常可惜 最终的结果不好 以他这么年轻的生命就没有了 我想谁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事先 确实没有办法预料到这样的问题 这属于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 那么有朋友肯定会说 既然默契杀心 有这么严重的不良反应 那么以后不要用它好不好 很可惜 默契杀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素 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替代瓶 而且出现这样副作用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也只听说过 这一样一粒的案例 你还听说过使用默契杀心 出现的心跳呼吸收挺吗 我们只能说 这个患者的命不好 被他赶伤了 其实在临床当中 有时候就这样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支持 关注我 每天进步 一点点